提到后汉三国人物,大家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魏、蜀、吴三大势力的人物身上,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的介绍及研究文章汉牛冲动。 不过,当我们认真的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一直被大家所忽略而又不能遗忘的人物汉献帝流血,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的存在,那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将重写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汉朝的末代皇帝的一生吧。 在后汉三国时代,有一对童年出生又童年去世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后世称之为古今第一贤相的诸葛亮,而另一个就是本视频的主角汉献帝流血了。 流血、自博和,是汉灵帝流洪的第二个儿子。 母亲为王美人,据资质通鉴、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史料记载。 王美人生下儿子流血后,因为担心被和皇后迫害,便将流血交给董太后亲自抚养。 不久,王美人果真被和皇后在药中下毒杀害,而提时的流血便失去了母亲。 也许是出于对王美人的怀念吧。 在后来群臣请求灵帝册封太子之时,灵帝想力流血,认为长子流便为人轻飘,缺乏威仪,但到最后灵帝却又犹豫不决。 没有下文了,不久,灵帝病重,把流血托付给简说。 公元189年4月,灵帝于迦德殿驾崩。 这样一来,继承人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宦官和外妻两大集团的关注。 宦官简说当时在皇宫中想先杀何晋,然后立流血为皇帝。 不料消息被泄露,计划失败。 经过一番争夺,流血的同夫异母兄弟刘汴得以登上皇位,使称少帝。 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当中,流血失败了。 幸好当时的他只有九岁,尚且年幼,我揣测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应该说不大,也许他还更乐意于玩耍兮兮,勤奋读书呢。 不过此时,他的那个同夫异母兄弟流变的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先是在同年流变的那位不争气的舅舅大将军何晋优柔寡断。 原本是想谋诸宦官,结果因刑事不密,反被宦官张让,段归抢先动手给杀了。 引起都城洛阳一片混乱。 接着是袁绍,袁树等人协同何晋不将无匡,张张在洛阳到处诛杀宦官,张让,段归等人挟持流变,流邪兄弟逃跑,结果张,段二人在途中被杀。 这两兄弟惊魂未定,在夜里追着萤火虫的微光徒步向南走,想回到洛阳,途中连板车,马都需要从当地农家索要,真可谓狼狈之极。 直到董卓出现,两兄弟才算是摆脱困境。 却又不曾想董卓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少帝流变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把个董卓听了个云山雾罩的,流邪却是一一回答,从始至终,毫无遗漏。 这回少帝流变的好日子到头了,董卓相互一比较,觉得流邪贤能,而且又是由董太后养大的。 他认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于是心里有了废除少帝,改立流邪为皇帝的念头。 机缘巧合,回到洛阳以后,流邪终于在董卓的扶持下当上了皇帝。 世年公元189年9月,流邪八岁,董卓掌权以后,其暴行引起公愤。 各路诸侯迅速起兵讨伐,董卓自知不敌,接受女婿李儒的建议,决定迁都长安。 虽然文武大臣都不同意,但在董卓的威逼之下也只能随行,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一路上颠沛流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 董早还下令火烧洛阳,二百里内,一片焦土,鸡犬不留,虽然在史料上找不到当时流邪的态度和举动,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一定会让他刻骨铭心。 经过这样一番磨难,流邪应该得以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 到达长安后,流邪在董卓专权的日子里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两年,这期间他目睹了董卓的种种暴行。 直到出平三年,司徒王允借吕布之首除掉了董卓,原本汉先帝流邪可以开始过上好日子了,却不料好景不长,随着李、郭之乱。 他又落到了李绝、郭四的手中,这段日子应该说是他少年时期最痛苦的回忆了。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的流邪,不但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治国之策,复兴汉世,两年来一直是危机重重,朝不保夕,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在这种困境之中,汉先帝流邪逐渐成熟了,少年睿智的他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这个大汉天子的才华和个性,不甘心成为傀儡。 兴平元年,长安出现饥荒,一壶股居然卖到五十万钱,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汉先帝流邪下令开仓阵纪,并委任是御史侯问负责处理,但灾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善,流邪怀疑侯问贪污,竟然亲自于御前量是作谜。 并证实发放中却有客扣现象,于是下诏账责侯问五十,重新派人进行赈灾工作,终于缓解了灾情,同时也给朝中大臣们留下深刻印象。 年仅14岁的流邪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聪慧,兴平二年,李觉、郭四由于相互猜忌而兵戎相见,流邪又一次被挟持,并随之颠沛流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不但毫无皇帝的威严可言, 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随之一起的朝中大臣常常数日吃不到饭,自上书郎以下的官员还要亲自出城去裁野谷冲击。 有的甚至因没有找到粮食而饿死,可谓处境凄惨。 有一段时间,流邪就住在以荆棘为篱笆的房子中,连窗、门都无法关上,群臣义士也只能借茅舍作为朝堂,士兵们只在篱笆上观看。 相互拥挤取消,根本谈不上什么帝王的威严。 一次,流邪向李爵要五斗米,五具牛骨,竟遭到拒绝。 最后李爵只派人送来了五具臭牛骨,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引起了流邪的强烈不满,本欲与愚之理论,在势中扬起的劝说下方肯作罢。 李爵,郭四停战以后,县帝欲驾性鸿农,郭四偏偏不理睬,流邪悲愤的一整天不吃饭,已是抗议。 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终于让这个少年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用绝食来表达心中的愤怒。 面对残酷的现实,汉县帝流邪长大了,他在等待时机,摆脱目前的困境。 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应有的尊严和权利,终于在建安元年机会来了。 曹操在这场争夺皇帝的角逐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了达到邪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目的,曹操先是不断向县帝进献食品和器物。 博得流邪和朝中大臣们的好感,在迎接流邪后不久,曹操就借口粮食匮乏,连哄带骗把流邪及一般朝中大臣转移到许昌,至此,汉县帝正是迁都于许昌。 也许此时的流邪还以为再也不用经历童年,少年时候悲惨生活,从此走向安定,但结果却又是事与愿违,流邪又一次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了,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 流邪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皇帝就算是有名无实,但却始终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既然有那么多人在打自己的主意,那自己也要好好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再重蹈覆辙,完成作为一个皇帝所要完成的职责。 因此,流邪看中了曹操,立即受给曹操节乐,怒尚书是私立校尉。 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准备借助曹操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这期间,流邪少年睿智的名声,也逐渐为当时众人所公认。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写给劝谏元树的书信中,就提到流邪有速成之德, 虽说是一美之词,但也证明流邪的确很是聪颖的。 不过一代奸雄曹操所需要的却不是这些,老奸巨华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帮助流邪光复汉室, 只是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随着曹操地盘的不断扩大,权力不断地稳定,曹操逐渐开始铲除一己,集权于一身。 对此,流邪是有所察觉的,也是不甘心的。 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抗行动,流邪曾气愤地对曹操说, 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说得曹操大惊失色, 匆匆告辞,从此不再朝见现地。 建安四年流邪任命自己的岳父董成为车企将军,借以牵制曹操。 流邪又秘密写下一代照赐给董成,要董成联络忠于汉室的大臣、诸侯,共同铲除曹操。 流邪的这一次冒险,反映出他还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 不幸的是,流邪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计划泄漏而告失败。 建安五年,曹操处死了参与计划的董成、吴子兰、仲吉等人,并一灭三族。 流邪的贵人董事也因为受到欺负董成的牵连而被害。 当时董贵人怀有身孕,流邪虽然极力保护,但最终未能幸免。 流邪的失败,宣告了自己恢复皇权愿望的彻底破灭。 曹操借此加强了对流邪的控制,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 这时的汉先帝流邪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傀儡。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福皇后又因早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及曹操的残暴, 要其父设法除掉曹操,被曹操发觉。 结果福皇后和其两个儿子及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处死,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 这样一来,流邪不但孩子没了,就连枕边人都没有保住。 可以想象这时的流邪的心理一定是在滴血。 难怪她在与福皇后道别的时候悲痛地说出连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之类的话。 剧痛之下,流邪绝望了。 从此,她不再心存什么恢复皇权之类的空话了,幸好她与那位曹皇后的关系还算是融洽,这多少给了流邪一丝安慰。 这位曹皇后虽然是曹操的女儿,但也算是嫁夫随夫,在曹批篡汉时与流邪保持了高度一致。 公然大骂其兄犯上作乱,气得在场的曹修表示,如果她不是先王之女,必一见杀之。 建安25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故,曹批席爵未亡,这时的流邪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改建安25年为颜康元年。 这可能是流邪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刑事而做出的特别之举,也许她认为曹操已死,自己就有机会恢复皇权亲政了,所以特意改换年号。 不过她这最后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童年、华欣、贾许、王朗、礼福等众多曹卫的亲信大臣,在曹批的授意下,直闯汉县帝的寝宫,威逼流邪训味。 流邪终于醒悟了,她担心了几十年一直害怕出现的厄运降临了。 流邪不禁全然不顾皇帝的姨态,失声大哭,黯然退入后殿,闭门不出。 曹皇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对丈夫的同情,挺身而出,痛责众人,才暂时给流邪解了尾。 但不久汉先帝流邪终于还是在曹批的逼迫下于当年十月缠位于曹批,不过曹批倒也像其父曹操一样,没有加害流邪,封其为山羊宫。 允许他在其封地使用汉天子礼乐,建汉宗庙以奉汉寺。 随着汉先帝流邪的退位,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也随之结束了。 为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县帝并故,终年54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嗜好为孝宪皇帝。 终其一生,汉先帝流邪始终是个悲剧人物,虽少年睿智,但一生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无法施展。 虽有心回天,但仙人留给他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可悲,可叹。 关注我,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